欢迎来到星星频道,请点击订阅并关注,获取最新资讯。 从画中走出的于书欣,粉色长裙尽显高贵气质。 初见这张照片,于书欣仿佛从画中走出,带着一股不可言喻的仙气,直击心灵。 她的五官精致,宛如上帝精心雕琢的艺术品,每一处线条都恰到好处,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。 身材高挑,曲线优美,仿佛是大自然最得意的作品,让人赞叹不已。 于书欣身着的粉色长裙,如同晨曦中的第一缕温柔,轻轻拂过心田。 粉色,这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色彩,不仅映衬出它肌肤的细腻与白皙,更在无形中传递出一种温柔与亲和力。 色彩心理学告诉我们,粉色能激发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于书欣的这一身装扮,无疑是对这一理论的完美诠释。 这款长裙的剪裁设计,无疑是降薪毒孕。 修身的上半身,完美勾勒出于书欣曼妙的身姿,而裙摆则如同盛开的花朵,缓缓铺展,既展现了女性的柔美,又不失高贵与典雅。 这样的剪裁,不仅凸显了它的身材优势,更在视觉上营造出一种和谐与平衡的美感。 面料,是服装的灵魂。 于书欣的这款长裙选用了高档的丝质面料。 其独特的光泽感和垂坠感,让整件礼服看起来更加高贵与奢华。 丝质面料的透气性和舒适度,也为它的穿着体验加分不少。 在光线的照耀下,面料的光泽与于书欣的肌肤交相辉映,更添几分迷人魅力。 妆容方面,于书欣选择了简约而不失精致的婉艳妆。 底妆细腻透亮,眼妆深邃迷人,唇妆则选用了鲜艳的红色,与粉色长裙形成鲜明对比,却又异常和谐。 发型上,她选择了简约的盘发,露出了优美的颈部线条,与礼服的深V领设计相得一张,整体造型既端庄又大气。 在这张照片中,于书欣以她独有的方式,展现了女性的优雅与气质。 她的美丽,不仅仅在于外表的出众,更在于那份由内而外散发出的自信与从容。 她就像一朵盛开的粉色花朵,在夏日的微风中轻轻摇曳,散发着迷人的芬芳,让人沉醉不已。 于书欣,用她的美丽与才华,为我们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优雅与气质。 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?